安乐院舍新冠疫苗接种先度计划最快今个月展开 行政会议成员林郑才说 如果一切顺利会派外展队去到大约一千间院舍帮长者打针 也希望探访者接种疫苗 在多重保障底下可以增加因素探访安排 这样隔着安乐院玻璃盘望亲人 在疫情之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不少家属都希望尽快恢复正常探访 现时安乐院舍和医管局都只是容许个别的因素探访 新兼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的 红政会议成员林郑才说 当局正是探讨进一步开放探访安排 怎样都是定时定点定人这样来去作探访 如果能够打了疫苗之后 这一类型的个别人士的因素探访安排 我都希望是可以尽快推行的 最理想的安排是探访者和被探访者都打了针 其实那个保护的程度就会高些了 而有10间安乐院舍参与的新冠疫苗接种先渡计划 就最快这个月开始 林郑才说两款疫苗都有外展队 可以到安乐院舍帮长者自愿接种 如果流程顺利 计划会推展到其余大约1000间的院舍 有院舍就说 已经了解长者想打科兴或者復必泰疫苗 并且安排家属签署和疑书 医护人员就会先帮所有将会接种疫苗的长者 先做了一个健康的评估 了解他们本身的病历和他们的健康情况 再去决定长者是否适合去接种这个疫苗 所以整个安排来说 处理上都会相对比较谨慎一些 他说政府的外展队 也都会为院舍的职员打针 加强暴障 无线电视的侦蓝细新报道 感谢观看